大家好 我是王狗 不知道大家小時候會不會玩摺紙遊戲呢 紙飛機 東南西北 小鳥 我稱它為豬鳥 它的鼻子 有點像豬 還有更多呢 被我們從小到大摺到爛的東西 我就不再多介紹了 我今天要跟你們介紹的是一個全新的摺紙遊戲 ASOPI NIEN SANG 這個詞的含義呢 它是源自於日本 公元749到1185年之間 專門來形容那種唱歌跳舞 像交際化的女性 或者是形容那個時期 我祭典的那些女巫 所以呢 有一說就是 做這個挑戰的人呢 不能夠是月經來的女性 又或者是長得帥的男性 對 所以我就先走了 沒有啦 我肯定是可以的 先來跟大家說這個都市傳說 它需要準備什麼樣的道具 一個空間 一支筆 一個盆子 水 頭髮 對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我的臉 特別好是 這邊 風太大了 東西自己掉下來 然後一個計時器 蠟燭 打火機 最後呢 再準備一個 你想要問的問題 說呢 做完這個儀式之後 你就會得到 你想要問的那個問題的答案 甚至是 見到那個時期的女性 不多說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吧 這邊是一個大樓 那邊一直有刮鐵的聲音 我剛剛在錄影的時候 就一直聽到 它我們的東南西北 它很自由呢 這裡面 我們移一下到這邊 挑戰這個都市傳說碑 對 我們給它換個單變動機了 然後等下看這個 迷霧出來可能就比較不會抓到我 搭上一點 現在好像不一定就要對頭 這個寶貝有鳥叫聲耶 等一下我們的屁哥號的靈魂已經在裡面了 把它折成四個角落 不要壓到眼睛 好 接著就把這個紙 壓到水裡面 我的前置作業 全部都完成了 這人就問他一個問題 按咒語 Linear song It's time to walk Please walk up 然後不停的對 啪眼怪 按這個咒語 這個咒語要持續的念15分鐘 據說呢 在這15分鐘之內 你就會看到 這個折子的四個邊緣 開始產生晃動 它就會告訴你 你的問題的答案 甚至你又可能在這個盆子裡 看到 那個女性的臉 對 就是這樣的一個傳說 那我們就來 試試看吧 我們一起來 盯著阿蘇比尼阿桑的眼睛 連續念15分鐘這個咒語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阿蘇比尼阿桑 我想要請問你 如果可以的話 你可以把啪眼移到中間嗎 阿蘇比尼阿桑 Its time to walk Please wake up Its time to walk Please wake up Its time to walk 阿蘇比尼阿桑 Its time to walk Please wake up Its time to walk Its time to walk Please wake up 大家 我現在有發現一件事情 不知道為什麼 裡面有兩根頭髮 我看有放了兩根嗎 該一個呢 還有這裡 Don't wake up 該一個呢 還有這裡 Don't wake up 你看到嗎 繼續 阿蘇比尼阿桑 Its time to walk Please wake up 阿蘇比尼阿桑 Its time to walk Please wake up Please wake up Its time to walk 它是時候要走 拜託我們離開 後面有一個大樓的聲音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這個大樓 其實有一個 傳說 他們說 半夜在雪爐的時候 就會聽到 有一個人的聲音 可是他們都不知道是誰 我們繼續回去找阿蘇比尼亞賞 阿蘇比尼亞賞 應該是看起來很正常 有變化嗎 應該是沒有吧 對他這個阿蘇比尼亞賞 的傳說呢 看起來是沒有犯什麼事情 他的眼睛也沒有 恢復 他是一個 然後這個過程中呢 唯一讓我覺得比較 奇怪的是我剛剛不是把一根頭髮放在上面嗎 他運轉的聲音 至於其他的地方呢 我就沒有覺得有什麼 太奇怪了 那我們今天 這個阿蘇比尼亞賞的 遮止遊戲 大家回去就可以嘗試看看 等一下 我下學的管理員 不好意思 那個我之前聽其他的管理員說 他們在巡邏的時候 有聽到怪聲音喔 什麼怪聲音 我是一三九號二樓 我之前就是有跟其他管理員會聊天 然後他們說他們在巡邏的時候 常常會聽到一個人的聲音 可是卻沒有看到人 對啊 但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人 所以你也沒有找到那個聲音的來源 對啊 好好 OK 謝謝謝謝 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這個樓梯間的一樓 問人管理員 他說 確實有聽到一個聲音 我想說 與其聽 不如我就自己來找看看吧 剛剛他錄出傳說 我都在屌樓座嘛 那我現在就從一樓走到七樓 現在時間是半夜十二點多 也蠻有機率遇到的 就帶你們直接走看看 看到底會不會聽到那個聲音吧 剛剛在影片中 我們聽起來有點像是男生的聲音 對吧 Let's go 一個阿狗管理員 Let's go 大家可以仔細幫我聽喔 如果有聽到什麼聲音的話 再留言告訴我 我們走到二樓來了 只有一堆的吸引海綿 其實我現在是一個比較恐懼的狀態 因為我沒有帶一些眼鏡 好 三樓 這裡也沒有什麼 四樓 也安全 上面剛剛是不是有一個回應 可能是我腳步的回應 因為你們聽 會回傳好幾秒 五樓 也沒事 六樓 沒東西 七樓 沒事 最後就是 八樓 OK 看起來是沒有東西 我們已經到盡頭了 這裡推開來大家知道是哪裡嗎 非常可怕 唉 為什麼可怕呢 因為這就是 我做多次穿梭的地方 如果一打開 看到 瘦皮捏牙傷的那個靈魂 我會嚇死 有點恐怖 好 看起來是沒有東西 但是我完全就沒有遇到任何的聲音 或是動靜 這個都市傳說呢 今天應該就好 怎麼走一點樓梯就這樣喘 但是今天我們的遇到 不代表那個管理人說是假的 不代表我們之前聊的管理人說是假的 因為你遇到不代表別人遇不到 或許你剛剛好真的是有人 或者是你們下次再來 這個LT間 調整你都市傳說看看 搞不好就會發生一些特別的事情 那我們今天都市傳說影片就要知道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可以幫大家分享一下 謝謝大師王狗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